第190章,不怕死的寒大仙,是寒谦把温暖和燕青青给送出来的,继续了解里面情况的李金海错愕了,温暖看到李金海过来后,小跑上前要求着舅舅去救寒谦,千万不能有事。 李金海看着已经慌了神的温暖,轻声叹了口气,这个宝贝疙瘩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啊,已经被吓得没了注意,告诉自己的媳妇好好的安抚温暖,随后走向了相对好一些的燕青青,轻声问道,里面的情况下怎么样了,你们两个怎么出来的? 燕青青转过身擦了擦脸上的眼泪,擦脸的红肿和巴掌清晰可见,燕青青深吸了一口气,呼吸中带着颤抖开口道。 是寒谦,他制服了两个歹徒,枪了歹徒的手枪和他们对峙,他说如果里面开枪外面的警察就会冲进去,如果不放了我和温暖就会对着受伤的歹徒腿部开枪,到时候一个都走不掉,但是他留在了里面做人质啊。 李金海听后感觉脑袋一阵眩晕,这个小王八犊子逞什么英雄,好在这些歹徒的目的不是杀人,不然他都不知道死了几个来回了。 燕青青没有告诉李金海的还有一件事情,韩谦和这个的歹徒的头子认识,也没有说里面有多少歹徒,歹徒是那个服务生,警察的一切他管不着,他就想去保护韩谦的安全。 在李金海思考的时候,燕青青转过身看向乾陵,认真道,乾董,我要筹备献金,我要去赎人。 乾陵皱眉点了点头,转身去打电话了,燕青青的声音不小,李金海听到连忙开口制止。 不可,现在歹徒还没有要赎金,万一他们尝到了甜头,里面那么多人质,他们会疯狂地索取。 话音落,燕青青的咆哮随之而来,我不管里面其他人的死活,我也不在乎他们的死活,我要就韩谦,不论什么条件我都会去就韩谦。 对对对,就韩谦就韩谦,我给秘书打电话,准备钱。 两个女人已经慌张了,这时候李金海的手机响了,消息已经传到了省里去了,但打来电话的不是省厅的人,是温暖的大舅。 小海,小暖啊,声音浑厚,十分冷漠,李金海捂着脑袋无力道。 小暖刚刚在里面出来,很安全。 呼,我随时可以调动人员给你。 小暖出来了,韩谦还在里面。 你这个舅舅如果不能做就别做。 电话被挂断了,李金海现在一个头两个大,除了谈判他没有任何办法,里面的歹徒太多了, 要保证人质不受伤害的办法只有谈判。 这一场的策划打破了所有人的计划,今晚有人想商议,准备洞八区的屠销,有人想要去攀附赚更多的钱,有人的孩子要出国留学,需要赞助。 一场热闹的晚会变成了相互揭发的混乱场面。 衙门口的人相互见举,就是为了能活命,将在这里的人罪名前不曝出,也把不在这里的人的罪名道出。 场面十分混乱,有人设不得自己身上的值钱玩意被殴打,有人哀求多少钱都可以,只求能放过他们。 人质们相互排挤,希望能得到歹徒的欢心。 场面很乱,冯伦很淡定,他屁股下的椅子变成了林纵横,已经上堂的手枪顶在他的脊椎上,差不多每一个歹徒的身边都有一个身份不低的人做人质。 大唐经理在这时候,找到了另外一个摄像机,一脸陪笑的递给冯伦,后者见此笑了笑,挥手道,好了,你可以滚蛋了。 大唐经理跪地谢恩,随后站起身转身就跑,可还没跑出几步,一道清脆的枪响在大唐乍响,大唐经理躺在血泊之中,他临死都不知道冯伦为什么要欺骗他。 人群中相对淡定地就属韩谦和他身边的于诗词了,因为韩谦的原因,于诗词逃过了被搜身的羞辱,他歪着头看着身前的这个男人。 现在他知道为什么温暖会喜欢这个男人了。 比起那个跪在地上的椅子,韩谦的确值得喜欢。 韩谦看着冯伦,冯伦看着韩谦,两人对视一笑,冯伦举起手中的枪对着屋顶连开两枪,混乱的大厅瞬间变得安静, 冯伦对着韩谦笑道,知道我为什么不着急吗? 韩谦呵呵笑道,谁先慌,失败的就谁,主导权在你们的手里,为什么要慌张? 好奇我为什么杀了他吗? 他是蛤蟆的那个仇人吧,可惜蛤蟆被我打得不省人事,看不到了。 冯伦笑了,拿着枪指着一个三十左右的风鱼少妇,笑道, 去,给韩先生准备一把椅子,你们这些娘们真得谢谢韩先生,如果不是他杀了大牛,你们一个个的还想在这里蹲着,早被拉到一边去打嘴炮了。 风鱼少妇站起身颤颤巍巍,这一次搬椅子也不费力了,也不娇柔了, 韩谦站起身也不客气地落作,随后伸出手按在少妇的头上,笑道, 蹲在椅子后面,随后看向冯伦笑道, 大牛不是我杀的,但他的老二是我废的,人我是被我打晕的,我不知道你哪挑选了这个笨蛋,这种情况下,玩女人还需要去厕所。 他脑袋多少有点瑕疵吧,人是蛤蟆杀的,他说,这个大牛是累赘,你们几个都小心一点,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被谈笑的盟友杀掉。 众歹徒纷纷对视,随后爆发出大笑,冯伦看向韩谦咧嘴笑道, 嗯,挑拨离间,不错不错,可惜要让韩先生失望了,最初我们的计划就是放弃大牛,我们抢钱,杀人, 但我们不屑于和一个强奸犯练童匹为伍,蛤蟆不杀我也会杀了大牛。 韩谦挠了挠头,尴尬地笑了笑,这样啊,我来晚会之前听了一个故事,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你父亲吧? 那个入狱三年的就是你呗,我很同情你,可惜我并不认同你,如果认同有用,我还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 韩谦,你别装出一副你很懂的样子,我给你发了信息,我撒你一身酒,就让你早点滚蛋,我对你已经人质意尽了,呱噪。 冯伦越说越生气,对着躺在大厅的冯志达连开竖枪,死得不能再死了,韩谦的眼角在抽搐,深吸了一口气,轻声道。 你这样会让外面的人惊慌,不知道里面的状况,所以现在我准备让你身边的那个混血儿给外面打一通电话,告诉他们现在这边的情况,他如果能说得明白,活着。 说得不明白,他死,我来打,我的嘴皮子比较灵活。 韩谦,你别给脸不要脸,你还是想想以后吧,这里所有人的把柄都在相互掌握,你知道了所有人的秘密,但是他们对你一无所知,呵呵。 于诗词在装着一堆手机的袋子里面找到了手机,抬起头的时候,冯伦正在拿着枪对着他,于诗词的手机在手中滑落,韩谦眼及手机,拿起手机,再一次递给于诗词,笑道。 给温暖打就可以,冯伦抓过地面上的摄像机碎片砸向韩谦,怒道,你给我闭嘴,我是让人质恐慌,而不是让你在这里安慰他们。 冯伦不想杀韩谦,一点都不想杀,或许在今晚之前是可以杀掉的,但是在看到韩谦和大唐经理争吵的时候,他的扳机真的没办法扣动。 电话接通,于是磁颤声道,嫩嫩,本章结束。 如果喜欢春风书院的作品,请给我个关注,点赞,收藏吧。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。